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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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我賣廣告 復仇者聯盟 之前做了一套 正義聯盟 就是Batman 那些 其實這些概念是近年開始 復仇者聯盟做完 一開始 DC 做了Suicide Squad 什麼 超能自殺特工隊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小丑女 小丑女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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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現在 DC最多人看的是 神奇旅盒 每個人都說神奇旅盒 很棒 什麼什麼 你們覺得 你們比較喜歡小丑女 還是神奇旅盒 比較多 我劇透那一套 神奇旅盒 我輕輕講解一下 這套戲 沒有劇透 我從來不劇透 我告訴你 我的人就不劇透 我喜歡 那一句 帶領你們進去的 那套戲 或者怎樣怎樣 我最喜歡 就是這樣 好 就升這個點數 有什麼 正義聯盟 90年代也有 沒有看過 90年代最流行的蝙蝠俠 那時候 90年代 老實說 就是 MARVEL 就不紅 全部就是 那什麼蝙蝠俠 最流行的 那時候蝙蝠俠 又有什麼 又找 阿樂舒華 都做過什麼 急凍人 那些 那時候蝙蝠俠 都拍過幾集 那時候 還有那時候 感覺 不同 灰暗 那時候 那時候蝙蝠俠的故事 記得有一集 是貓女 貓女 那集也挺好看的 那一集 是說 貓女 是不是會死 還是怎樣怎樣 有很多這些 企我 那些人 比較恐怖 樣子 怪怪的 這樣 就是這樣 天布頓拍的 你知道嗎 那時候 那個導演 拍蝙蝠俠 好像是天布頓 厲害 人拍 全部都厲害 那時候 說真的 是Batman紅很多 你怎麼看 天布頓 你們知道是誰 天布頓 是很多 那些 很出名的導演 來 做什麼怪誕成 之夜 也是天布頓 他有時候會做卡洞片 不過有些古怪 感覺 是吧 全部都拍一些很黑暗 感覺 天布頓又拍過 那裡叫什麼鬼 剪 什麼什麼 什麼奇幻 什麼圓 類似的 剪刀人 就是尊尼迪普做的 又是大熊的尊尼迪普 啊 剪刀人那套戲 中文譯名叫什麼 我已經不記得了 剪刀人 叫什麼 雙手是剪刀 你看 又是什麼 洛克人 我知道 英文名叫 我知道 但是 又不知道 那個 那個 中文正確的名字是什麼 愛德華 我主角就是愛德華 啊 不是愛德華 是 你看 那個 幻海奇緣 是吧 不記得類似 什麼圓 什麼 魔幻奇緣 又說 魔街理髮師 好像不是 幻海奇緣 我記得是這個 幻海奇緣 對 也沒有海 什麼幻海奇緣 完全沒有海 是吧 那套東西都挺好看的 我告訴你 那時候 蝙蝠俠很笨 那時候 九十年代 有沒有一套Marvel 九十年代的Marvel 只有卡通片 就是X-Man 亞時報 X-Man 之後還有 蜘蛛俠 那時候 無線有波 所以 那時候 DC 很賺錢 蝙蝠俠 很賺錢 但是 後來 現在 復仇者連脈 怎樣怎樣 拍戲 越做越喜 咦? 那些什麼DC 經常被罵 那些人 說什麼不好看 什麼好悶 怎樣怎樣怎樣 你們現在 是不是也是這樣 明珠台早上八點鐘播放蜘蛛俠 是嗎? 我就不記得了 有人說你一定沒有看過最舊的Iron Man 我是沒有看過 東映也拍過蜘蛛俠 反而是日本人拍的 好像日本的蜘蛛俠 好像那些戰隊一樣 蜘蛛車很不同 跟原著有分別 跟著恐龍戰隊 那些 Marvel 說真的 我最喜歡的 是一個角色 不是那些 除了蜘蛛俠的都可以 最喜歡的 叫什麼 Punisher 叫什麼 Punisher 那個 那個大隻佬 那個 中文名叫什麼 懲罰人 那些 我喜歡這些翻譯 你叫什麼 Punisher Hunisher 叫什麼 我有看過 這個 我覺得很棒 Marvel 現在太偏向搞笑 現在就 沒那麼好看 以前好一點 司法制裁者 也對 這個名字也好 這個名字也認得好 司法制裁者 他原本的名字叫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有什麼叫 以暴易暴 這些都差不多 有什麼 收數盒 他不是只收數 他是收很多 壓血債 你可以這樣說 制裁者 有說 有說 Netflix會有新劇 有說 Punisher 很垃圾 你有看真原版故事 正得 神經 怎麼會垃圾 最正 最有人性 就是 你想想 有什麼人 會叫Punisher 就是 懲罰 審判 司法制裁者 這麼有心度 最有心思 大佬 馬虎 肯定有心思 X-Men 什麼異能人 戰爭 什麼什麼 Punisher 沒有什麼能力 他就是 以前做警察 還是什麼 大隻 厲害 好抽一點 只有這樣 他的能力 就是 他基本上 就是人一樣 對 為什麼 復仇者連盟 不找Punisher 加入 因為他沒有超能力 去廢 還是怎樣 我告訴你 如果 復仇者連盟 想完全打爆 蝙蝠俠俠 那邊 你馬上加Punisher 馬上加進去 馬上加進去 馬上做幾套電影 當然 復仇者連盟 找他 找他 找人命 抽幾套 一定 碰硬 我告訴你 找我演 對 找我演 我就最適合做Punisher 我就最 表達到 這些復仇 那些 味道 我演得很好 Punisher 這套 很黑暗 他本身說一些故事背景 為何他會 做什麼司法制裁者 你有玩Watch Dog 都知道 什麼意思 他自己一定有些慘痛的經歷 他經歷了一些極度慘痛的經歷 之後 就是要報復 所以他會 什麼手段 他不會介意用什麼手段 什麼都會用 超棒 所以看下去 你會覺得很有人性 他就報仇很大的仇恨 真恨 但是為什麼沒有什麼人喜歡呢 你覺得這個Punisher 我告訴你為什麼 很簡單 就是 美國人 美國佬 老實說 喜歡簡單一點 什麼盒 什麼盒 很容易明白 首先大部分 什麼盒 不止美國佬 大部分人 都是 怎麼說 那些什麼 超人 之類 那類 有異能人 就很容易很直觀 這個就是英雄 怎樣怎樣 正義 但這個就不是 Punisher 就是他用自己的方法 履行自己的正義 有深度 有屎太深的東西 不是太多人明白 這個好東西 嘩 這一下 所以這個就是此其一 因為他有一點深度 不太容易進去 嘩 蜘蛛俠 一看下去 有時搞笑 有時又嘻嘻嘻嘻 蜘蛛俠 為什麼會好 那些人容易投入 Punisher 不是 他一定是要經歷過人生 有些歷念 經歷過慘痛的人才會明白 那些內心世界 他沒有特殊能力 他沒有特殊能力 他沒有威風 他沒有特殊能力 有套鴿 有錢人 你想想 現在那些受歡迎英雄有幾個特點 要不就好像Batman 和Ironman 非常有錢 要不就好像Deadpool之珠俠俠 有什麼搞笑的 那些是美女 什麼小丑女 什麼神奇女 當然是最後一種 有些特殊 超特殊的超能力 什麼飛來飛去 什麼神奇博士 什麼Doctor Strange 有這些 或者有高尚職業的 本身是醫生 正點點點 Punisher就是一個爛鬼 一個過氣猜腦 就好像那個蔡巴士丁 好像Evil Within一樣 很慘痛 經歷過慘痛 不是那麼容易入口 所以這件事 如果你們喜歡美猛 我就覺得你們 美猛來說 我就覺得Punisher 這個英雄人物 比較有深度 我就會介紹 我會介紹這個 其餘那些太大腦了 我就不是說 什麼太特別 什麼雷神 你看 金髮英俊 天之嬌子 啊 啊 你啊 神啊 大哥 當然是每個人都喜歡 每個人都想做神 沒有人想做一個這麼慘痛的 這樣 啊 啊 啊 什麼 什麼 不用看 我剛剛 請問我剛剛說了 Punisher 一個什麼情節 啊 他是警察 蜘蛛俠 我說什麼蜘蛛俠 會做蜘蛛俠 這樣 是不是 劇透 當然不是 這些就是 如果我不說 你們根本不知道 你們只知道 復仇者聯盟 什麼 什麼 Captain America 用盾 啊 什麼 美帝隊長 啊 什麼 雷神 你們就知道這些 你們 連噴尼莎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有這個 這樣的角色 你們以為 你是馬虎迷 如果你是馬虎迷 就不可以只喜歡 復仇者聯盟 你就一定要認識這些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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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吧 好 你們怎麼看 我對什麼 美國隊長 那些 反而不是太有興趣 因為 外表一般 反而 我那些才是好笑 就是 套得一身緊身衣 然後拿著一個盾 我美國隊長的造型 是很滑稽的 其實Ironman 我也覺得很滑稽的 那個樣子 那個 那個 紅紅 好像猴子 那樣 星星 就是整身毛 當然是臉 不同的顏色 Ironman 我覺得 設計的格子 就不太漂亮 它是整身紅色 然後只是臉 黃色 跟星星 也是這樣 大部分都是 人形 大部分都是 披著一種顏色 然後第二種 就是臉 肚子 那些位置 沒有毛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這樣 老實說 從美學的角度 我就覺得 Captain America 和Ironman 那個 鴿 那個戰衣 不是太好 這件事 我就這樣 就是這樣 又是什麼 我妒忌人有錢 慈禎 小鬼妒忌 妒忌 妒忌都不妒忌 卡洞片 錢 對吧 妒忌 妒忌電影角色 嘩 我妒忌阿福 看丁多很生氣 看到阿福就生氣 你也不會 大哥 對吧 對不對 一會兒 想說 我不太值得她 我首先不是 不要太值得 也不會太值得 動漫 卡洞片 這樣 對吧 Ironman的選角 找人 甚麼羅蜜唐尼 羅蜜唐尼 那個人 平日沒有穿上衣服 他的樣子很帥 反而他穿了一甲就差一點點 有什麼會妒忌的遊戲裡面 雷神是金髮帥 美國隊長渣盾就是劇透 你看Poster已經劇透了 你看漫畫也劇透了 你叫trailer 這些人都知道 蜘蛛盒會跟蜘蛛有關 那又劇透了嗎 總而言之就是這樣 現在什麼時候做 新的復仇者聯盟 又是誰又是在打 你猜今集會打成怎樣 肯定不會有什麼大進展 放心 肯定不會有什麼重要角色死 否則這麼快完 現在這麼金紅 就像龍珠一樣 當時會給他完 現在馬上跟你說 隨便會打死一個 Ironman 和Captain America 隨便會死一個 肯定沒有戲做 長做長有 什麼狂野時速 都拍過7集還是8集 什麼復仇者聯盟會這麼少 慢慢分點分點 慢慢做多幾集 對嗎 起碼座底都好像恐懼鬥失一樣 對嗎 最好有10集 可惜 合約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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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思就是 不就再續了 你猜他會完 這麼快完結了嗎 大佬 他媽媽的自己也要留後路 賣版權那個人 他現在賣斷了給 現在下你的故事 你以為那個電影公司 自己說了是劇本 他不就是要跟漫畫公司談 大佬 立即跟你說 終極大結局 今集所有英雄 同歸於盡 全數 全黨死青光 一眼 最後大結局 Ironman 全世界 科技力量 核彈一眼 崩落 美國隊長 怎樣怎樣 美國隊長連同所有英雄 抱著核彈 抱出宇宙 怎樣 升天 怎樣怎樣 不可能 這樣 好 來吧 如果這條路 真的用了 就是他會聽到 真的有這些 究極大戰 來吧 可惜就受不了 差一點點 這就是那個 剛剛說的 英雄 或者怎樣 就這樣 之後先說說新聞 今天其中一則新聞 就是說的士業聯會 的士業聯會 的士業聯會 發生什麼事 就是 今天報紙說 的士業聯會 發表一些意見 為什麼會發表意見呢 就是近年 就有那些 網約車 他們的報紙 這樣叫 什麼 網約車 就像那些 UBER 那些 有很多 服務 叫車服務 那些 他說這些 就是 搶了很多生意 為什麼呢 因為 原先 政府發牌 例如 載人 就只能夠 的士 就是載客 去收錢 那些 那些 為什麼UBER 沒有一個很清晰的 界定 是否犯法呢 因為 那些司機 UBER的司機 就不是直接 跟客人收錢 因為客人 就給錢 就是透過手機 Apps 扣錢 自動扣 信用卡扣 扣給UBER UBER 之後再 計算 那些 再出糧 給UBER司機 所以他們 沒有直接 收收錢的關係 所以 到現在 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法案 說究竟是怎樣的 這件事 那 就 嘩 對 所以 那些的士 就說 現在搶了很多生意 那些的士業聯會會長 發表了一些言論 其中一個言論 就說 他們是態度 的確 我們是態度不好 我們是態度不好 那為什麼呢 他就這樣說 他說 我們沒有做錯 對吧 是態度不好 他就這樣說 就是說 我們沒有做錯 什麼為之沒有做錯 他就說 我們沒有犯法 他就說 我們沒有犯法 他說 犯法 只有十幾三十個 他就說 那些什麼拒載 當然有 這些 他說什麼 害群之馬 那個會長 就是這樣 害群之馬 就一定有 他說什麼警察 什麼警察 都一樣 他說什麼都會有害群之馬 所以 的士都是這樣的 他說 政府你不執法 他說 你可以拘捕 那些什麼拒載 那些什麼你可以拘捕 他說 我們態度不好 但我們沒有犯法 他說 犯法那些 你就拘捕 他說什麼 执法 他說什麼 大前提是什麼 那個會長就這樣說 大前提 他說 要保障到業界的利益 然後他說 我們就是一些 被人遺忘了 服務了社會幾十年的老友記 我們已經遺忘了社會 貢獻了幾十年的老友記 但是 他說政府 沒有好好保障他的利益 他說 例如 什麼加價 那些什麼 什麼價錢 那些全部 就受政府的 法牌限制 之後 他還有說 現在那些什麼 網約車 那些 他說他都可以做到 什麼自己約 說 跟著現在的做法 什麼優質的士 什麼穿著 制服 他說這些 我們全部都可以做 但是 前提 就是政府 你一定要 什麼 好好保障 業界的利益 什麼 他就這樣說 我想說 其實我對於這件事的評價 就是 他說什麼 首先 第一 他說什麼可以拘捕 大哥 這麼容易拘捕 你這麼容易拘捕 警察 除非長期放射市民 一般告 除非你一截的士 已經開了手機拍片 然後 一上車的時候 那些司機一拒載 說什麼不認識 什麼不過海 什麼世奇 什麼不做 什麼什麼 那你馬上才有證據 否則 你還是口同鼻咬 你可以怎樣 你這證據 你不是這麼容易拿 首先就是什麼拘捕 執法 也不是這麼容易 就是你可以拘捕 第二件事就是 大哥 你不是每次都希望自己做好 你每次都要說什麼 拘捕 那些 是會有一個阻嚇作用 但你也希望是他本身自己好 還有什麼沒有犯法 什麼態度不好 他說我們沒有犯法 是態度不好 態度不好 就是有一個問題在這裏 為什麼可以縱容什麼態度不好呢 這件事 還有一個理直氣作用 沒有犯法 態度不好而已 啊 就是你態度不好 亂罵人 這些都是不好的 大哥 也不好意思說出來 對不對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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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再不是犯法 他不是說他再說什麼 只有二、三十個 一定不止這個數字 實際上我告訴你就是 首先就是態度本身已經不好 而且他再載 根本不是二、三十個 我是二、三十個 都不止的 分分鐘 啊 我自己經歷就是很多 每次你截的士 都我想 一半一半 五十五十 經常都會有這些 根本就說什麼二、三十個 哪有這麼少啊 為什麼他再載呢 就是什麼 我剛剛有提過 你上去 當然 你先截車 你截車 你截車 一截車 你開門 他就會馬上問你去哪裡 有時候也未必能開門 他就 只是開窗 他怕死你坐下去 拿屁股得了 生人霸死地 不讓你進車 然後呢 就會說什麼去哪裡 之後呢 你一回答他 你就糟糕了 因為主導權在那裡 馬上就 嗯 馬上就 有些人回答都不回答 正宗 勁串 馬上開車走 有些人就說 不在啊 太遠了 什麼交交啊 什麼藉口 不過海啊 不懂路啊 很多很多很多這些 都有做過 也有聽過 之後呢 有些人就 另一種就是 你坐在的士站 的士站 他就不能不開門 正路 就是你進去 你一坐到屁股得下去 之後他就說 去哪裡 就是你又說 目的地啦 這樣 當什麼將軍澳 才算 就是不懂路啊 那個時間 太遠不去 總之又是 又是 那些 什麼坐下面 真的不懂 趕時間 我告訴你 其實呢 如果他在的士站 我前陣子 坐一個 女司機 一個很年輕的 女際 我當時都很吃勁 問我為什麼要駕駛的士 然後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我喜歡駕駛 他說什麼 好玩啊 我喜歡駕駛 然後我就跟他說這些經歷 他說 你知不知道 說一件事給你聽 我們行家 就可以說回行家 他說 如果是的士 的士站 那些的士 如果他不載客 即是他不載你這支旗 他說 那些的士司機 一定要繞一個圈 要排回龍尾 因為他放棄了機會 他說每個人排那麼久 時間 你就在那裡選客 哪裏可以 每個人都在那裡 不用排隊 那些時間 每個人排第一 就在那裡選客 那就屈肌 當然不行 所以他在的士站 如果他拒載 就一定要繞一個圈 他說這就是唯一 他們可以做懲罰 叫做小許的懲罰 叫做浪費他們的時間 說真的 我就說 就算我知道 我未見過 首先我未見過 有些的士 會這樣繞一個圈 自己繞一個圈 第二 就是你這樣跟他說 的士司機 立即說 動你 老實說 可能又遇到一些態度不好 就立即在問候你 已經立即 問候你 二例就是 你叫他開 他繞一個圈 他是不是真的乖乖的 對不對 他說 好啊 對不起 好啊 好啊 我現在馬上駕駛回去嗎 大哥 對不對 除非排列後的人 全部都在一起說 他說 我不會上你的車 全部是市民 或者在狂鬧他 後面的乘客 那些司機 都一起說他 這樣就可以 乘客 你不坐他的車 他也是這樣 沒用 好啊 那我就不坐 那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但是 大家 例如 後面排隊的乘客 完全不理會他 你這麼壞 你選客 那後面的乘客 就不上他的車 那就可以罰他 那些司機 都可以撥他 後面的的士司機 一起撥他 叫他走 那些 那就可以了 都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但是沒有可能 我沒見過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你們怎麼看 你們怎麼看 試過那些的士司機 說要交加 然後選了後面的 不過海 就是這些 什麼叫過海 不過海 他只是說的 你適合 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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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 就是隨時說的 你誰知道他肚子裡跳蟲 除非他一早 我告訴你 過不過海 就應該多加一個牌 在海頭凍著 這樣就不能誤會 這些是不能誤會的 即是不能他自己三安八做 除非有這樣 加清楚這些 過不過海 其實交交 如果他真心交交 最好是蓋了一支旗 這樣就不會有這些矛盾 他就是想 看看沒有機會 領盡了時間 即是賺到最後一程 這樣 來 來 可惜 有些人說交交交 很難說 賺錢 但可能你也是趕時間 我也是趕時間 因為這是法例 政府給你那個牌 即是有牌照 你賺錢 就是有義務 這件事是要他 他自己去承擔 或者怎樣 做生意就是這樣 你有時要承擔風險 每次賺錢 你就是要自己衡量 這些事情 看 好像蓋了旗 我想知道蓋了旗的士的燈 還能不能亮 有時我看到這些 我經常看到 接著 接著 原來是蓋了旗 看到有燈 我便會截 即是上面那盞燈 但後面 即是後來蓋了旗 有時都看 很難分 這些 很難截的士 可惜 沒辦法射中 這樣被人難倒 有什麼 我是 那個的士司機 真人很囂張 我遲前 我跟很多的士司機很熟 我坐得更多 你經常聊天 早幾天才聊完 有個的士司機在說 我告訴你 司機好像會長這樣說 有好有不好